在北京石井山的一个工地上出土了一具清朝康熙年间的干尸 那么按这个棺材头上写的 这人应该是一个四品文官 可在干尸身上最外面穿的呢 却是一件一品武将的官服 更让人吃惊的是 武将官服里面竟然还套着一件如假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公爵啊 各种各样的文武官邪 他被封了一大堆 还得到了皇帝魄力赏赐的龙袍 而这个人呢 又是一个潜伏在满清朝廷里的反清组织的成员 所以呢 他临死的时候 特意梳了一个前朝的法式 以表示自己到死都不忘反清